儿子怨恨自己 亲近父亲 这是谢女士现在最大的感受 也是最难接受的 打从十四年前离婚开始 谢女士就把儿子带在身边 费尽心力照顾儿子的生活和学习 儿子刚一考上大学 谢女士就提醒儿子 要早做规划 准备考研 可儿子却始终爱搭不理 我给她说了 我说你上研究生呢 还是大学毕业回去工作呢 你早早做规划 反正就是来回变 一阵子答应了 一阵子不答应 直到去年 小马去了父亲那里一趟 关于考研 小马的态度立马就变了 儿子回来以后就说 我要考研究生呢 他就在网上买了好多书 大把人考研究 他特在意 我怎么说啊 不管用 哎呀 心里挺瑟瑟的啊 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分量不一样 自己苦口婆心三年 不抵前夫的一句话 这种落差感 让谢女士心里五味杂陈 然而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儿子今年考研失败后 第一个埋怨的人 竟然是她 她一个同学 被美国的一个大学研究生 就给录取了 她回来以后 用那种怨恨的衍生 然后说我不支持 她的这个选择 我觉得我很委屈 因为我一直是支持她考研究生的 上大学开始就说了 我说你是考研究生呢 还是干什么 早早做规划 就你是觉得她说这句话 你不支持她 是毫无道理的话 对对对 然后我们之间矛盾计划了 她说过很多过分的话 她那个眼神 那种 哎呀 就那种怨恨 然后说她的那个语调 她就好像 很崩溃 就说 我这人特别失败 就嚎着那种 我感觉孩子怎么没担当 她 羡慕别人 取得的就是研究生 但是她自己呢 又不去努力 后面都害怕 她又有什么事情 又埋怨我 我们那里的父母 偏向于孩子去读研究生 我跟那个同学想法一致 认为研究生不是一定要读的 然后她就会说 她的父母 虽然也想让她上研究生 但是没有给她 那么大的压力和压迫感 她的那句话 会让我很受刺激 发的内心一种羡慕 所以你是感觉到了 强大的压力和压迫感 持久的 持续的 每天跟你聊聊天 她看似跟你聊天 但她其实是想说 你到底有没有把研究生 放到你的这个规划表里面 如果是有 请问是什么时候 然后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在你妈妈看来 这是她给你做建议 做规划 在我看来 我觉得可能更多属于 低迫压迫 从上大学开始 父母一直在说 读研究生这个事 我爸爸的方式 可能跟我妈妈不一样 我爸爸可能是 不像我妈这么强硬 我爸爸的这种做法 不会让矛盾 外显和激化的更明显 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11月14号她就说 她说 你害了我和我爸 我一听我当时 我说妈妈 我说你说这话 妈妈死的心头有 真的 这就是我来金牌调解 真正的原因 因为我 我正因为我在竭尽权利 我半天是在她心里 是这个样子的 当时情绪激动 就具体表达的 可能忘记了 但是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是说觉得 我爸爸和我妈妈 毁了我 对我产生很大的 不好的影响 因为看过一句话 就说国外一个作家 写播说 我们的上半身 被父母毁了 然后下半身 被子女毁了 可能当时会觉得 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情绪点到那了 觉得这句话 是有感同身受 我更相信 她当时脱口而出的 应该是她心里的 这个话 你害了我和我爸 她后面的这个解释 我不能接受 中文字幕困则 MING PAO CANADA